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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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扫地扫地扫心地 心地不扫空扫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多电话开心底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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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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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笛化神神 大愿与行和荡神神父神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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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来下众 应的过欢声 无情及无种 无情亦无生 阿拉莫阿弥陀佛 阿拉莫阿弥陀佛 心地和诅咒 呼吁喜皆生 段无阿弥陀佛 阿拉莫阿弥陀佛 阿拉莫阿弥陀佛 阿拉莫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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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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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三 顾名中华护身协会 狐狸与猎人爸爸 阿吉是学佛之人 每个星期他都会宣说一些佛教的故事 借此感化众人和他一起放生互生 达到教化大家行善积德之功效 有一位名叫王宝的孝子 他的母亲得了一种怪病昏迷不醒 他听人说只有天鹅蛋才能治好这种病 于是王宝便到处寻找天鹅蛋 各当他历尽千辛万苦找到天鹅蛋时 却发现天鹅正在亲密地和蛋里的宝宝说着话 王宝不忍心拿走天鹅蛋 却又着急想救母亲 一时间急火攻心 他一下子昏倒在地上 当他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天鹅送来了一株草药 于是王宝便用这株草药救活了母亲 这真是善有善报啊 心善的人一定是会得到福报的 这不过是个故事罢了 现实中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天鹅和蛋里的宝宝说着话 这怎么可能啊 动物怎么会说话 鸟兽真的是会说话的 它们不仅有自己的语言 也有亲情 只是大多数人不懂它们的话 也不懂它们之间的情谊罢了 是啊 阿吉不是说过吗 世间的万物都是有灵性 有情感的吗 阿吉 别人不了解你 我可是了解你的 你的父亲 曾经是村子里有名的猎人 你一直在教导我们 互生放生 而你的父亲 曾经一直在做着杀生的事情啊 阿吉 这是真的吗 你的父亲 真的是一位猎人吗 没错 我的父亲 过去的确是一位猎人 天啊 阿吉 你不是一直说 善恶有报吗 你的父亲 杀害了那么多的圣灵 是不是会遭到果报啊 是啊 阿吉 你的父亲是一位猎人 而你却一直坚持放生 这实在让人想不通啊 我的父亲已经很多年不打猎了 现在 他也和我一起放生呢 真的吗 阿吉 我想你的父亲一定是被你感化了吧 不 我父亲打猎的时候 我还是个小孩子 那时候的我还没接触佛法 感化我父亲的是一只狐狸 一只狐狸 这怎么可能啊 狐狸怎么会感化猎人呢 阿吉啊 你不会又再说虚幻的传说故事吧 这不是故事 而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那时候我只有十岁左右 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山脚下 而我的父亲则经常上山打猎 要是一天能打回来好几只野鸡 山兔 你怎么又上山打猎了 我们祖祖辈辈住在这里 山林里的动物都是我们的邻居 你怎么能这样伤害他们啊 嗨 好了 妈 你和他们是邻居 他们自然要来给你送着见面礼啊 这只野兔就是见面礼 今天晚上炖了吃吧 唉 这只野兔还没长大 真是作孽啊 好可怜的小兔子啊 家里人对我父亲的行为非常不满 但父亲为人性格暴躁 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为了保护山林里那些可怜的小动物 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熊黄偷偷代替父亲猎枪里的火药 那样他就没办法将猎枪里的子弹发射出去了 我生神打猎今晚你们就等着吃一顿丰盛的饭菜吧 老头子 怎么样 你把他枪里的火药给换了吗 换了换了 都换了 我和爷爷一起换的 奶奶你就放心好了 爸爸今天绝对打不到猎物的 好棒的 阿姐 我们不能让你爸爸再猎杀那些可怜的小动物了 唉 我们这样做 也只是暂时的 他不可能看不出自己的枪 被人动了手脚 要想真正让山林里的小动物 免遭杀戮 还是得彻底改变他的想法 唉 这我也是知道的 但是他哪里愿意听我们的话 今天晚上的下酒菜又有了 这怎么回事 怎么会卡蛋呢 熊黄 好浓的熊黄味 他们一定是用熊黄当火药给我换掉了 真可恶 今天没法打猎了 唉 你们看看 这谁做的 竟然用熊黄代替火药 害得我今天什么猎物都没打到 说 阿吉 是不是你做的 啊 我看这肯定是卖火药的人 用熊黄来造假 这种事 阿吉是不会做的 哼 到底是实在造假 我非要弄清楚不可 哼 竟然用熊黄代替火药来骗我 我绝饶不了他 我非要弄清楚不可 啊 要是爸爸知道是我做的 那他一定会打死我的 我觉得 父亲那句非要弄清楚 一定是在针对我 他脾气那么坏 要是知道是我给他换了火药 这怎么得了 或许是因为过于害怕 当天晚上我竟然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 天哪 体温竟然高到了四十度 这样下去可不行 医生 麻烦你赶快想想办法救救我的孙子吧 算你们走运 我这里正好还有一些退烧药 这种药可是最好的药了 谢天谢地 我孙子有救了 然而这些药并没有起任何作用 我开始出现了昏厥 有时还胡言乱语 医生给我吃了很多药 但依旧高烧不退 真是怪了 这孩子吃了这么多药 怎么一点点好转也没有啊 要是再不退烧的话可就危险了 这都是因为你成天打猎杀生造的业 要是这孩子活不成了 你就用枪把我一起打死算了 妈 你别生气了 阿基的病和我打猎没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 你打杀了那么多生灵 他们一定是找上门寻仇来了 好了妈 那我以后不打猎了 可以了吗 然而 父亲他只是在敷衍奶奶 在我病刚好的时候 他又要拿着猎枪进山林打猎去 你不是说你以后不打猎了吗 阿基大病了一场 花了不少钱呢 我要多打几只猎物卖掉 把钱赚回来啊 究竟要怎么样才能让他放弃打猎啊 今天竟然什么猎物都没看到 不会空手回去吧 我还从来没有空手下过山呢 看来今天不会空手下山了 听声音 里面应该有动物的 哎呀 狐狸 真棒 有狐狸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 我打了这么多年的猎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他既然在流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这样 我终于懂了 那只狐狸妈妈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选择了把死亡留给自己 真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母爱呀 而我的父亲 也就是从那天起 就再也没上山打过猎 因为他自己说 每当他举起猎枪的时候 总会想起那只伟大的狐狸母亲 真没想到 竟然会有这么伟大的狐狸妈妈 阿杰 如果这不是你的亲身经历 我还以为 这种事情只存在故事里呢 想不到 世上真有这样的事情 其实 我们和众生的性情都是一样的 只是形体不同罢了 只要我们不再杀戮 爱护它们 那我们 就可以和动物们 像童话故事里描述的那样 一起 和谐相处 互相关爱 嗯 我对一切众生 都像对自己的独生子一样 我妈要一样